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究竟梁振英有沒有房屋良策 星期三的施政報告自有分曉 消息指他將會推出三招穩地起樓 包括透過調高地積比率 和開拓扯波地增加土地供應 又會密識更多的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即是GIC用地轉做住宅 好像牛頭葛近平石遊樂場的這個停車場 早前規劃串年初已經公佈 由喜學校變成一棟樓高25層的供應房屋 有做開房屋政策和城鎮研究的學者認為 找GIC用地轉住宅雖然是最方便 但地皮細幫不了多少 多了幾百個單位住可能2000多人 但實際上是一些原本整個社區可以用到的設施 包括政府辦事處、社區中心、社區服務單位 我們要妥協 另外這幅位於由塘壁雲道和高超度交界的赤坡 規劃處打算興建公屋 有立法會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就歡迎善用GIC用地 但就批評政府不交代發展藍途 GIC我們追過去說到底三十幾個是哪三十幾個呢 他就沒有回答我們 就說我們現在他們已經有十幾個拿出來 那十幾個就可以回答我們是改變用途的 那十幾個是哪個地 但如果有三十幾個 為什麼不拿出來大家去討論呢 如果大家在每個區去諮詢 這個可能適合做公屋的 那應該是大家有一個透明度 將地全部拿出來給市民去看的 現時政府公屋輪候策已經突破二十萬人 還有大把人探樓價貴 置業難 鍾建華認為梁振英輕視了穩地的難度 提高地積比率實為沒有辦法中之辦法 在居住舒適度上就要作出妥協 現在因為要建多個樓 又沒有地 我覺得增加地積比率 似乎都是沒有辦法中有辦法 因為我們又不想移動家庭公園用地 填海大家都不想 很小心地去看 因為有些地區 你增加地積比率之後 如果附近的道路是狹窄 以至其他配套已經跟不上的話 你建多了單位的話 就會造成更加沉重的壓力 交通擠塞、人多、公共運輸不足這些問題 鍾建華又建議政府積極考慮 善用在勾地表裏面 兩三年來都勾不出的地 賦出來建屋來解決住屋問題 李卓仁就批評 政府沒有對症下藥 沒有隨著需求增加 而提升建屋目標 我覺得幾招聽起來好像有三招 但其實是虛招 我們很失望一件事 就是梁振英從來都沒有改變舊潮 曾蔭權時代 那個起屋目標是萬五個目標 如果你這方面目標不改 根本沒有鞭撻到你去找地 你就搞些虛招 他又建議政府考慮將一些中住屋 直接轉做公屋 舒緩公屋輪候拆的壓力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胡安民報導 總統